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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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Bukit Jalil 你会想起什么? Commonwealth Games? Bukit Jalil Stadium? 足球? 或者是周杰伦? 我多想来这边也唱会了 说真的,我本身也是很少来这一区 但我可以从一个房地产的角度跟你分享一下 你想听一听吗? 来,一起探讨 首先,来Bukit Jalil 非常非常的方便 有高速公路的话,就有LDP Sungai Bercy Highway Max Highway, Maju Kersas Highway LRT 的话 就有Sweep Bataling Line的Bukit Jalil LRT Station 其实这里吃喝玩乐有几方便? 这里有Pavilion Bukit Jalil Shopping Mall 可以说是吃喝玩乐,包到玩,应有尽有 如果你要比较靠近大自然的享受的话 这里有Bukit Jalil Recreational Park 当然,如果你要更高一层次的享受的话 这里有Bukit Jalil Goat & Country Resort 医疗方面,这里有IMU 和现在正在动工的KL Wellness City 教育方面,小学有黎明华文小学 中学有SMK Bukit Jalil 国际学校有慈济国际学校 学院和大学有IMU和APU 看到这里,你对这区有些什么想法? 我不是这区的Resident 但我觉得有以上的条件的话 其实可以算是一个非常self-contained的neighborhood 可以考虑考虑这区的房地产 那想知道这里的房地产情况 我们可以很快的在下一个视频见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一个要提或者是房地产有任何的疑问 不妨在这一个屏幕或者频道订阅一下 点个赞,留个言 或者直接跟我联系 我会一一帮您解答 下次见,拜拜!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关于Bukit Jalil 这里的很软很软的一个价位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Base on bukit Jalil